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此 邱垂正一号在台湾方面陆委会例行记者会中表示 吴敦义要赴大陆基本上陆委会会尊重 因政党交流是人民交流的环节 但吴敦义是台湾地区前副职领导人 赴陆有相关规定 邱垂正表示 第一个规定是依照所谓机密保护条例规定 吴敦义要向原机关提出申请核准来出境 第二规定是 因吴敦义要前往的地方是大陆 所以必须依据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九条规定 向原服务机关提出申请 再由服务机关向台内务部门转请同意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任至今已经建满周年了 但是各种争议接踵而来 施政路上可以说是步步艰辛 一例一休 前瞻建设计划以及同婚等议题都饱受批评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李明贤就指出 这一年来 炮轰蔡英文最凶的还是民进党自己人 蔡英文未来也许会成为绿营的选战包袱 面对蔡英文当局就任至今力推所谓的转型正义 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吕秀莲日前批判 台湾不该沉溺在过去的争议里 将国民党视作敌人 若再不接受新责任走出隧道就会丧失希望 他几乎想向蔡英文大喊 再不努力 台湾就会亡在你手里 李明贤表示 除了吕秀莲之外 清律机构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尤云龙先前 也批蔡英文缺乏高度和历史眼光 可惜的是 蔡英文依旧充耳不闻 因为蔡英文宣称她不为民调做事 是为台湾做事 把所有反对声浪通通甩到一旁 李明贤表示 蔡英文此刻的领导危机 治理危机 让她称得上是走上悬崖边的领导人 不晓得蔡英文是否已经看见问题 绿营政治人物与蔡英文切割 这种神切割只是开始而已 蔡英文恐怕会成为绿营选战的包袱 而这个包袱只会越来越沉重 未来民调数据会证明这一切 蔡当局推出的所谓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从宣布起就争议不断 因此有明贷建议各部门主管 可以趁台立法机构修会期间下乡宣传 不过这让很多部门主管第一时间就很抗拒 直言说很忙 但是这似乎让蔡英文很不爽 出席活动中 蔡英文借机宣传所谓前瞻计划 难道是蔡英文对其他官员颇有微词吗 因为前一天的中常会上 一度有官员抗拒宣传 明代陈明文当面向蔡英文建议 希望各部门主管可趁台立法机构 修会期间下乡宣传 不过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人林希耀却面有难色 称各部门主管平时都很忙 这让蔡英文有点不悦 质问前瞻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吗 希望利用立法院修会期间 各部门首长尽可能透过地方视察 让未来的施政可以执行得更为顺利 不到24小时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马上有才示 只是要怎么宣传 台行政机构表示说形势不拘 可以跟民间社团聚会或是参加县市政府主办座谈会 及视察轨道建设 趁机跟周边居民座谈都可以 跟地方多沟通 我觉得是好的 但是这个沟通的实质意义会出来 还是只是着重在形势上的意义 毕竟现在的决策已经不是在办公室内就直接做决策了 而应该是一个行动式的管理 行动式的决策 所以我认为如果有这个计划是蛮不错的 部门主管下乡 地方民代表示都欢迎 但就怕又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面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当局推出所谓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声称能够创造4到5万个就业机会 不过时代力量党籍民代黄国昌就立马打脸回呛说 这种推估方式简单到令人不敢置信 而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则是表示 台当局所谓前瞻计划含糊不清 他呼吁蔡英文应该放下身段来辩论 台所谓前瞻计划预计八年投入8800亿元新台币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曾公开表示 这项计划将创造4到5万个就业机会 对此时代力量党籍民代黄国昌在网络上批评称 姑且不论这么粗糙的推估方式是否准确 即使依此方式推估 目前台行政机构前瞻计划核定本 所列数字绝对是错的 要求台行政机构应该明确予以更正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一号表示 民进党当局推出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到底是前瞻还是前瞻 他呼吁蔡英文对此进行公开公平辩论 郝龙斌指出 2010年民进党反对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当时身兼国民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公开辩论 前瞻就不能吗 他呼吁绿营放下傲慢身段向人民报告 台发展改革部门想开放海外白领劳工松绑来台规定 不过还没开始审查 绿营名单内部就掀起了内讧 开不开放白领劳工 民进党及名代林淑芬要求作为联席审查 杠上自家名代邱逸营 我不是说经济委员会没有能力 是说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对于思考劳基法所规范的 可能没有那么经常在思考 不叫没有经常思考 如果说以您刚刚的逻辑的话 那我认为您也不能到经济委员会来 邱颖反驳炮火猛烈 白领劳工草案还没进入审查阶段 两女战争先开打 私下协商两人更是直接开骂 完全没在客气 委员会的专业和委员会中心主义 委员会要彻底讨论 更应该要联席审查 如果要联席审查 我认为林淑芬委员 你可以在党团会议的时候 提出联席这样的一个意见 今天在这里做这样的提案 我觉得并不恰当 台发展改革部门 想阎兰海外人才松绑相关规定 但是仔细看看草案中 开放白领劳工最基本薪资 一个月四万七千多元新台币 对比台湾年轻人 一个月三万多新台币的薪水 白领劳工大举来台 究竟是利还是弊 民进党大多明代持保留态度 因为政策说不清楚 自家人也不但不帮忙背书 还掀起内讧 老板到底要不要给员工调涨薪水 是很多上班族的困扰 台湾统计部门主记处就调查发现 今年的加薪幅度是三年来的新低 那另外台湾人力银行也统计 近五年来企业加薪意愿 可以说是年年降低 今年只剩下30.8% 几乎有近七成的企业 都没有再调涨薪水 上班族努力工作 但加薪幅度却不如预期 主机总处公布收购员工动向调查 去年企业有调薪只有20.9% 比2015年少0.2个百分点 跟2014年比少2.6个百分点 创下三年新低 人力银行也统计近五年来 企业加薪意愿年年降低 今年只剩30.8% 今年加薪员工规模只有48.6% 加薪调幅越来越低 从2013年的4.5% 掉到今年只剩下4.3% 主机总处也调查 职业空缺率第一名是其他服务业 像美容美法汽车维收 占了4.79% 再来是不动产业4.62% 第三名则是住宿餐饮业占4.07% 加上一粒一休的关系 二月空缺率3.01% 创一年半新高 企业加薪意愿年年降低 也让上班族感到无比无奈 陈水扁此前出席凯达格兰基金募款参会 违反台中监狱五部规定 继台中监狱发出警告函 要求更换其医疗团队之后 台法务部门又出张 台湾所谓高院和议庭 5月31号表示 将传唤陈水扁7月7号到庭 用以判断 原裁定停止审判程序的原因 是否已经不存在 台湾所谓高院已发出传票 传唤陈水扁7月7号到庭 评估是否重启审理二次经改弊案 另外四案可能也将一并启动 包括公布基要费案 洗钱案 侵占台湾地区领导人机密公文案 以及教唆伪证案 对此陈水扁主治医师陈顺胜认为 7月7号要传唤 现在就传出消息 对患有重度忧郁症 以及创伤后压力症的陈水扁而言 这本身也是一种灵略 而陈水扁民间医疗小组成员 5月29号晚间开会 发言人陈昭兹会后接受采访时指出 陈水扁或陈志忠没有收到传票 都是透过新闻才知道 他本人或律师迄今没有收到 任何高院的传票 没有 所以本人没有收到 律师没有收到 那为什么用新闻稿去公诸于世呢 我们觉得这样是不妥当的 陈昭兹指出 目前陈水扁的身体状况仍然不佳 生活上都无法自理 更别说应讯中的记忆力 逻辑力 防卫权 陈水扁现在的身体状况是在恶化 比当时停止审理时的鉴定状况还差 两位专家 精神科医师跟神经科医师 都很清楚地说 大脑退化疾病变 是一直恶化中 那他的唯一 就是不可能改变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照 柯建民5月31号说 陈水扁可以请假 过去曾用相同理由请假 现在不让他请假 说不过去 此前台中监狱因认定 陈水扁日前参加 凯达格兰基金会 募款参会违规 在5月24号发文要求 陈水扁在6月底前 另找医学中心就诊 提出诊断证明 以办理后续展颜保外医治作业 对此 陈昭兹指出 陈水扁已经亲自回函 给台中监狱说 没有办法接受这些规定与条件 台中监狱则是表示 还未看到陈水扁的回函 如果他不遵守检讨项目内容 会依照他的回函内容 进行讨论裁定 政府这边不信任他的现在团队 这个都我们还有很多要抗议的 你对于专业 医学专业不够尊重 你等于否认他的那个专业能力 陈教授是要保留那个控诉权的 而所谓特赦陈水扁一事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黄崇燕 5月31号则再次表示 最大的原则 那就是不让人民在这个争议上 持续对立 至于现阶段 他其实最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要全力确保 可以获得最好的医药照顾 早日回复健康 接下来我们来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连线本台铸台新闻观察员 叶清零 清零时间交给你 好的客主 今天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有个共同的关键词 就是党内互党 联合报的这个标题呢 叫做一个党主席交接 两个阵营斗来斗去 红袖住吴敦义开战 这是国民党的这个网内互打 中国时报的标题呢 是邱太三杠上廖小军 绿营网内互打 我们先来看国民党的这个部分 承接前面的新闻呢 有新的进展 红袖住呢 是希望针对目前的纷争 吴敦义应该亲自出来面对 直接和他谈交接的事宜 而不是纵容手下人马 不断地放话 破坏制度 吴敦义则回应说 他没有纵容 甚至没有所谓的无阵营 针对外界质疑 党主席交接陷入谈判僵局 是因为红阵营要 210系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权 红袖住博斥说 吴振营不要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红某人不会不为党着想 针对党主席交接 红袖住的强调 他从未改变初衷 就是希望能够提前交棒给吴敦义 让吴敦义尽早地布局领导国民党 但从一个星期就可以完成交接 为什么要拖三个月 之后呢 又说尊重他的安排 如今又坚持照制度 不能提前 吴振营到底是要怎样 而吴敦义还是那几句 看似四平八稳 但很容易让媒体做文章的话 他说尊重红袖住主席 依照党的规章办事就OK 但是吴敦义又说 但如果红袖住要提早交接 或者是要他提早来接任 都是违法的 这是最简单的常识 对于国民党的党内争议 蓝营媒体的评论 都是希望两个人发挥智慧来解决 不要吵来吵去 让外界看笑话了 再来看看绿营的党内互打 台法务部门的主管邱泰三 杠上了绿营电视节目 绿营电视台的节目 是绿营政客和名嘴 最常利用的一个争论节目 台湾媒体说 这个节目 可算是为蔡英文上台 立下过汉马功劳的 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内容 都是打满酒和骂蓝营 一个是蔡英文最倚重的法务部门的主管 一个据说是蔡英文也钟爱的电视节目 互相杠上 让媒体和民众格外的关注 台法部门主管邱泰三 是不满这个节目不时爆料 他官说妻子宋富美回任法官 就是为了可以多领千万元新台币退休金的事情 昨天是召开反击记者会 自己直接亲上火线来说明 面对就在现场的 廖姓节目主持人和绿营名嘴黄月红等人 是直接的怒怼 宁愿相信世间有鬼 也不相信瞎掰的名嘴 期许这个叫做新台湾加油的节目 要加油而不是家屎 节目及名嘴 说不清楚具体的人事跟时间地点 编故事也要编得好一点 对于节目质疑他一直不回应 他说疯狗废他能怎么办 要废回去吗 他要求节目主持人和两位爆料的名嘴 五天内要公开道歉 否则将提起刑事自诉诽谤罪 并附带民事赔偿 廖黄两个人则是批评邱泰三是公器私用 利用公权力来反击媒体 在法务部门的场所 开私人事情的记者会是不务正业 欢迎提告 并且在昨天晚上 请来绿营的名嘴和名代来上节目 火力全开的批邱泰三 让邱泰三下台 这件事情 蔡英文方面会不会有回应 又会怎么回应 这件事情在绿营内部又会怎么的发酵 是今天台湾媒体追逐的一个重点 我们也会密切关注 好 再把时间交换给福州 好的 谢谢清零 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陆客团减少受影响的不只是游览车业者 还有大型观光工厂 嘉义名雄一间占地3000平方米的床垫工厂 孟宝睡眠王国 去年业者砸了千万新台币投资装潢 不料却遇上了陆客团缩减 以及一力一休的冲击 因此在持续亏本的情况下 业者宣布6月3号结束营业 惠于嘉义名雄的孟宝睡眠王国 营业时间到了 过去游览车络绎不绝进来 现在上午只看到这一辆游览车 在陆客造访 人来得少 相对买气也少 不堪持续亏损的情况下 业者忍痛 结束营业 以前是都没了 叫没车 叫没车 现在是车 等到我是说的 陆客比以往来讲当然少 孟宝睡眠王国 去年才开始营业 主要以陆客团为主 专门卖枕头窗电 提供真空包装寄送服务 就在5月31号 公司内部发出了 结束营运声明 内容提到大环境的变迁 观光团大量下滑 加上一力一休 更是雪上加霜 消费力消减的情形之下 决定对外营运到6月3号 而员工则做到6月20号 结束劳固关系 一些劳机法 一些法律 规范来去安置员工的后续问题 大部分员工都理解 这个情况也不好 我都很心疼说 这个老板这边投资的一些 赔的太多了 当初业者砸了几千万 投资盖场 一开始每天有90几辆的 游览车来来去去 只是好景不长 短短一年的时间 团客量直线下滑 一天只剩两三辆游览车 载客造访 付出的成本还没有回收 就怕亏损持续扩大 只好忍痛 结束营业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 当地时间6月1号 在白宫宣布 美国将退出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特朗普当天在记者会上宣布 即日起 美国将停止落实 不具有约束力的巴黎协定 因为该协定 让美国处于不利位置 而让其他国家受益 特朗普表示 美国将重新开启谈判 寻求达成一份对美国公平的协议 特朗普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 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当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 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是一件令人极其失望的事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当天在一份声明中批评称 美国加入了少数拒绝未来的国家行列 俄罗斯总统普京 当地时间6月1号 在圣彼得堡表示 俄罗斯不会坐视美国 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普京当天会见了前来出席 第21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 十家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 他在回答通讯社负责人提问时表示 美国在欧洲和远东扩大部署反导系统 将导致军备竞赛 俄罗斯不会坐视美国的相关行动 包括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普京表示 如果朝鲜明天宣布 停止一切核试验和导弹计划 美国还会以其他理由 继续建设反导系统 或者像现在在欧洲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理由 俄罗斯必须要考虑这一点 普京表示 俄罗斯扩大在远东和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军事部署 不是主动行为 而是对外形势的反应 俄罗斯要保障自身安全 消除在远东出现的威胁 而南千岛群岛 是很适宜加强军事部署的地方 如果要在南千岛群岛 去军事化 首先要缓解整个地区的紧张形势 普京还指出 如果南千岛群岛 划给日本 根据日美协议 理论上美国有向南千岛群岛 驻军的可能性 这对俄罗斯来说 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 当地时间6月1号 在圣彼得堡与到访的 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双方就加强两国经贸合作 反恐 叙利亚 阿富汗 朝鲜半岛局势等 共同关注的地区和国际问题 交换意见 俄印两国元首通过了 面向21世纪联合声明 双边企业签署了 能源 工业 科研和贸易领域 多个合同文件 当地时间5月31号晚间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28航班客机 从澳大利亚墨尔本起飞后不久 机上一名男性乘客 突然挥舞着手中的电子装置 威胁要引爆炸弹 并试图闯入驾驶室 但被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 为安全起见 这架原本飞往马来西亚 吉隆坡的客机 立刻返回墨尔本 据当地媒体报道 涉事男子25岁 有精神病史 他携带的并非是炸弹 而是充电宝 俄罗斯国防部5月31号 发布新闻公告称 对2016年年底 一架图154客机 在俄罗斯索契地区 坠毁事故的调查已经结束 客机失事的原因 可能是机长在客机失事前 对空间判断有误 进而导致错误操作 2016年12月25号 一架从索契阿德利尔机场 起飞的图154客机 在升空后不久 即坠入黑海近海水域 机上90多人全部遇难 国际慈善组织 拯救儿童5月31号表示 全球四分之一的儿童 也就是至少7亿儿童的童年 由于疾病 战争 同婚 和失血等原因提前结束 该组织表示 被剥夺童年的7亿儿童中 大部分生活在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社区 他们不能像许多同龄人一样 享受医疗 教育和科技进步 带来的幸福生活 反而要承受贫困和歧视的 双重打击 五报 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 公共澡堂在日语里 被称作是钱汤 曾经是日本人生活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过随着家庭卫浴设施的普及 日本传统澡堂的数量 大为减少 为了更好地推广澡堂文化 吸引年轻一代加入澡堂大军 东京一间公共澡堂 近日就将澡堂打造成了客堂 这是位于东京浅草附近的 一间传统日式澡堂 在享受完热气腾腾的热水浴后 几位客人裹着浴巾 开始接受围棋训练 澡堂老板表示 浴巾在澡堂里并不是必需品 无论是泡澡还是上课 一些客人并不介意 与他人坦诚相见 这间澡堂建于1939年 在日本公共澡堂最兴盛的时期 日均客流量超过500人 人们不仅在澡堂子里沐浴身体 更把澡堂子当成了放松身心 闲话聊天的社交场所 但随着洗澡设备走入千家万户 澡堂的客人逐年锐减 如今这里平均每天只有一百位客人 而且大多数是老年人 为了给泡澡文化延续香火 这间澡堂的第四代掌门人决定 在澡堂子里开课 只需交上460日元 约合4.1美元的澡票钱 就可以参加各类课程 课程内容并不固定 每月都会更换 当然这间澡堂并不允许男女混读 男讲师给女学员上课的时候 还是要穿戴的整整齐齐 而女学员也要保持端庄得体 上课期间只能享受个简单的足语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海峡新干线官方微博 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 我是艾克竹 在福州祝福海峡两岸的同胞午安 再会